委員會報告,出席委員已足劃定人數,現在開會,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公關人員主席,由召集委員建國,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確定,邀請勞動部、交通部、經濟部就面對疫情發展政府補助平台業者及交通運輸業者時,應確保接觸民眾頻繁的外送員及交通運輸從業員工健康安全,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本次會議由勞動部部長許明春等報告後,委員洪生漢等30人提出質詢 軍經勞動部部長許明春及各相關主管等及其答覆,委員范園及江永昌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一報告及尋导完畢,二委員質詢未及答覆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二週內以書面答覆,委員應要求期限者重啟鎖定 通過臨時提案三項,宣讀完畢 好,全委員會上次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之處 沒有,好,謝謝,那議事錄就確定 本日會議議程為邀請衛生福利部、華奧部、內政部就從社會事件檢討社會安全 精神衛生與附件資源之部件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那現在來介紹在場委員及列席官員 第一位委員是蘇巧惠,蘇委員 第二位是莊敬成,莊委員 列席官員,我們衛福部、政務次長蘇立雄,蘇次長,謝謝 心理及口腔健康師師長,盛立中,謝謝 還有保護服務師、檢論視察林春彥,謝謝 社會及家庭署署長,檢費堅,謝謝 謝謝,法務部保護師師長,黃玉元,謝謝 檢察師、主任警察官陳中豪,謝謝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長朱中泰,謝謝 還有黃志祖副局長吳立真,謝謝 好,那我們現在來請衛部蘇次長來做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理事先生 今天大院第十屆第一會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 本部曾邀就從社會事件檢討社會安全 精神衛生與福建資源的部件提出報告 最近發生的很多慘烈的社會事件 就其的原因是非常的多重 我近年來台灣社會歷經快速的變遷 社會形態與跟個人的生活產生極速的變化 造成適應跟調適不良的現象 而出現了很多民眾的情緒障礙或偏差行為 或身體症狀影響民眾的人際關係 能夠特殖情緒的管理 原本部以心理健康促進及衛生層面進行這次的報告 請委員給我們多多的指教 在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政策的發展 早期是以醫療照護為主 本部逐步的完成精神醫療支援硬體建設跟能力的規劃 也建制了精神衛生行政體系 跟社區精神病人的個案管理系統 也建立了社區精神病人服務社區關懷制度的措施 也參著各國的精神醫療的發展的趨勢 以及疾病形態的改變跟藥物治療技術的進展 各國也朝向社區精神附近的方式來發展 本部也參考國際的經驗 以社區心理衛生的服務模式 推動有關心理健康促進跟精神的衛生工作 所以在本部102年開始有推動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 106年到110年更續推動國民心理健康的第二期計畫 它涵蓋的層面五大面向的工作 進行委員參與我們書面資料 本部今天就我們心理健康促進跟精神衛生工作 108年度的重點的一個服務工作說明如下 第一個我們就輔導地方政府衛生局建立心理健康 初級預防的網絡提供心理健康的促進服務 那這邊規範地方政府要召開 縣市層級的跨局處的心理健康的相關推動的小組會議 也需要召開健康網絡的一個成員的相關的固定會議 也推廣縣市心理健康服務的據點 等等有11項的一個主要的心理促進的工作項目 請委員就我們書面資料給我們指教 那第二點呢 我們規劃推動多元的心理健康服務的方案 那就針對生命周期的階段的需求呢 結合相關部門跟民間的專業團體 開發的心理衛生宣導的教材跟教育方案 那這裡可以看得到我們這些宣傳的教育宣傳之類 有用影片的方式 圖書的方式 那也是跨性培 跨年齡 跨場域跟跨族群的方式來推動的 那第三是提供免費電話心理諮詢服務 這個心理諮詢服務在民國94年我們就開始設置了 那提供9到12線的心理諮詢專線 是也能夠透過專線有需要及時救援的話 也可以結合我們警察單位來提供救援 那這個安心專線呢 在去年的7月我們把它改成解碼 原來是比較長的 0800 788 995 那我們在去年一夜改成解碼 1925 比較容易記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我們106 107 108的這樣服務人次 確實在108解碼之後比較容易記憶的時候 這個整個服務的人就是有跳升上來的 第四點 我們也普及精神醫療照護的服務支援 那可以在我們書面知道看到我們相關的照護支援包括我們精神醫療機構 精神醫療診所 心理診所 心理諮詢所 還有日間的留院 日間的精神復健機構 還有住宿型的精神復健機構以及精神護理之家 不同類型針對個案的不同需要來提供相關的服務 從106到108可以看到我們不管家宿或床室是有穩定的 逐步的一些成長 那第五個是接辦理精神病人的社區追蹤的訪視工作 我們採取分流跟分級方式來做提供的服務 那可以看到在服務對象當中在 屬於三四級的精神病人 原上的追蹤關懷服務是由公衛的護士來提供的服務 那在一二級精神病人由我們社區關懷訪問員來做服務 但是假使我們的有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這個現象的話 就由我們新市的心理衛生事工來做相關的一個服務工作 接著我報告第六項是我們推動多元的精神病人社區服務 那第一個主要是我們加強醫療機構精神疾病的社區照顧的品質提升計畫 就要求我們醫療機構加強外展服務 針對非強制性治療 但是有高風險的個案呢 由醫院追蹤服務 進入社區裡面做對它用藥的穩定性或其他狀況的一個了解 有必要的時候就可以轉介需要的資源來做提供服務 那第二項呢 我們也結合精神衛生機構團體呢 來提供一些社區的支持跟復健服務的方案 那第三項我們針對心智障礙者呢 18歲以下的精神障礙者特別開業的一些醫療的特別門診 那也提供一些外展的服務 讓身心障礙者跟他有必要的一些學校資源或者相關網絡資源能夠做一些連結 那第四項呢 我們針對領有重大傷病卡的精神病人或者身心障礙手冊 第一類的就會提供多元的一些居住 就業還有生活附件的相關的服務工作 那第七項最重要是我們相關的法令也必須來逐漸的完備才能夠提供相關的重點服務 那主要的第一個是政材防治法非常感謝我們大院非常的積極的促進推動跟支持 所以這個自殺防治法在去年6月19號已經公布實施了 那相關的規方工作也陸續在依法執行當中 另外也很重要是修訂我們精神衛生法 那這些精神衛生法呢修訂的期間非常的隆長 因為中間很多意見的一個溝通 當然我們很希望說新的修正法能朝向更進步的方式 所以精神衛生在修訂當中呢 朝向能夠強化前端預防社區支持 還有跨部位合作 還有能夠呼應CRPD的這樣一個精神來 落實精神病患的一個照顧工作 那這個目前的進度呢 已經在去年5月提報行政院協商 那中間有一個法規涉及跟司法院的分工的認定 因為雙院意見不太一樣 所以還要花點時間再持續的這個相關的溝通 好 那我想整個服務工作呢 雖然目前已經有一定的服務的人量的建構 但是我想不管在整個社會大眾對心理健康的認知呢 還有一些民眾保持不是有偏見 所以會造成一些罹患精神疾病或情緒困擾的朋友 反而不願意就醫 然後這樣反而隱藏的問題 所以這一塊有的觀念才有需要再加強 那另外就是在社區的追蹤的仿視制度呢 相對的還是資源有不足還有分配不均的現象 都是需要加強的 另外在整個心理健康的服務工作裡面 雖然我們在 在利潤上就以全能家庭的核心來處理 而不是只是針對個案的本身去進行相關的服務 但是這樣的一個全能全家服務工作還有加強的空間 所以以下我們就會這幾個重點做未來的一個努力 第一個呢我們的倡議心理健康融入各項政策裡面 就希望倡導社會跟教育相關的服務都融入 能夠心理健康促進這樣的觀念 促進民眾整體的心理健康 那也會推動社區防暴的宣導計畫 提升兒少的保護工作 那當然我們也會依照 制造房子相關的一些預防性作為 會有跨部會合作再加強相關的服務工作 那第二項 我們會持續推動多元心理健康促進方案 並加強前端的預防 所以我們會持續推動多元化的心理健康促進的方案 針對不同的族群 提供符合需要的一個心理預防的一個相關工作 所以也會持續在發展相關心理健康的教材 強化心理健康意識的部分 那目前因為因應防疫期間 有些民眾對防疫期間一個心理的一個苦悶等等 這些相關的一些資訊 我們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也有架設這個在防疫期間的心理的附件的一個相關資訊 在我們的資訊網站上面 那第三我們會強化社區危機的意識 那特別是在很多地方社區都發生了緊急狀況的時候 不曉得怎麼處理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會示範精神醫療緊急線上諮詢服務 跟流關的服務示範計畫 會透過專線的諮詢 由資深的精神相關專案 提供24小時的線上諮詢服務 隨時警銷人員或者社工人員 處理有疑似精神病患的要送醫的一些餘力 會提供相關的建議或結合資源 讓它能夠加強這個送醫的處理效率 那第四個我們會在機器的部件 社區資源跟強化社區關懷的仿視服務 那目前整個社區資源仿視 確實在各地方這種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據點跟 靜變性還有它的裡面的人力的充足等等 都有加強的空間 這是我們後續會在努力的 那當然另外一個我們還在期待說 能夠爭取更多的社區仿視能力 包括我們心理衛生的社工能力 能夠持續投入這樣的一個服務工作 那第五項 大概是我們有這四項的重點工作 那我相信所有工作都有需要 因應社會的變化問題的產生 我們在不動的滾動檢討跟修正 那我們今天針對這個部分的報告 請委員給我們繼續的指教 那我們會朝向在社會面向 不同的隨時的檢討 來滾動進進我們的服務方案 那在此再次的謝謝委員的監督 也期盼委員繼續給我們多多支持跟指導 感謝 謝謝 好 謝謝蘇市長的報告 接下來請法務部保護師 黃市長來做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先生 今天奉邀到貴委員會 就社會事件檢討社會安全精神衛生 與附件資源之部件代表法務部 來出席報告 並被質詢聲表榮幸 那首先我想這個議題就是因為 從去年台南發生的縱火案 還有前幾天在新店發生的隨機殺人案件 而這些刑事犯罪之人 同時又兼具著所謂的精神障礙 因此使社會對於造成社會的人性不安 也凸顯了部分精神病患者 他潛在的一種那種隱憂 因此我們陳如剛才衛福部講 強調所謂的社會安全網絡 我們希望能夠建構一個安全的社會 而以我們法務部立場所執掌的執掌 以下做幾點簡單的報告 第一個今天如果他同時 今天行為人有精神障礙的話 以法務部的立場原則上 我們還是希望說 從犯罪預防的角度 也就是在犯罪發生以前 我們很敬佩剛才衛福部講到 有關於社會安全網絡的建構 對於有精湛者的話 我們現在有所謂的心理衛生社工 定期的預防式 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降低災犯的風險 暴力預防的無死角 及提升自殺防治的效能 但是如果他又犯罪的時候 如果他犯罪的時候呢 在我們民國94年的刑法的修正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制度叫做監護處分 其實監護處分的話 他的性質是一種保安處分 目的在於降低犯罪行為人的危險性 藉以確保社會之安全 因此在經過法院 與宣布監護處分的話呢 原則上他會予以行後的執行 但是呢就陳如剛才跟各位委員報告的 他目的在於醫療的治癒 所以他並不是一種所謂的刑事的一種 刑事懲罰的一種概念 而目前我們矯正機關所收容到 今年二月有精神方面的障礙的受刑人的話 總共有2726名 那目前我們的矯正機關對於精神病患的話 我們的照顧呢 也是感謝衛福部的那種相關的那種 醫療資源都有予以進入 那因此不管在於心理健康的篩選啊 或者對於高風險的個案 我們至少每半年必要的時候 隨時予以施策 而且我們會列策 照策列管 經過精神科醫生的予以評估 診治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的服藥控制 追蹤看診 界外送醫的方式 妥善的照顧這些有精神方面 障礙的受刑人 那目前我們法務部在矯正機關 也有特別針對比較嚴重的 我們就講到說 較嚴重的精神病犯的話呢 我們會依照監獄刑刑法第58條規定 也是透過了所謂的診斷證明書等等的 相關專業的判斷之後 在女性的話呢 我們在桃園女間有一個那個專區 那男性的話則是在台中監獄有個專區 但是他形式上仍然是屬於 屬於監所的那個 但是我們必須要介助于衛生單位的這種 醫生啊 等等來定期來餘餘 餘餘餘照顧 抱歉 好 那在這裡簡單的講一下 精神病的療養專區的話 我們的階段性的話呢 它會從一開始的密期觀察 進入到一般觀察之後再到穩定期 也就是我們還是希望 能夠以治療的方式來替代 所谓的一般的单纯的予以境界的方式 然后使这个精神病患 能够提早的回复到 他正常的那个生活的机能 如果在监索的时候 因为依照法律规定 如果释放的话 那我们会马上与卫福部的相关的 那种卫政警政系统予以衔接 也就是我们一定会马上通报 今天有这个人 那个会回到社区 麻烦警政及卫政系统 能够随时予以追踪予以保护 那至于如果今天那个犯罪的人的话 经法院判刑 我们用所谓的假释 假释也就是让他进入到 所谓的机构外的处域的方式的话 我们关户人除了强 加强我们的仿视的密度以外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要借助于医疗专业 也就也会跟当地的卫生机构 保持密切的联系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精神 障碍障碍障碍之人的 这个所谓受保护管束人 能除了在 那个遵守相关的规定以外 更能够得到 有关于医症方面的 那种必要必要的予以协助 同样的如果行其届满之后 这个 这个精神障碍 有问题 有困难的 这位更生人的话 出监之后 我们的更生保护系统 其实在他出监前半年 我们就会主动的先到监所里面 所谓的就业媒合 希望能够帮忙他 甚至于他的家庭状况 有没有需要予以严重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让他知道 在他出监以前 我们就知道 他可能面临的困难在于哪里 能够在他出监之后 立刻衔接该有的位证 或者设证等等 甚至于劳证 也就是我们怎么让他有工作等等 我们希望能够构筑 完善的一个社会安全网络 而不是说他监所一出来之后 我们法务部就完全不管 其实不是政府是一体的 我们仍然希望能够予以照顾他们 那至于 那个 法务部就社会安全网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是本于执掌 全力的予以配合 对于危险家庭成员的监督辅导机制 我们也予以参与 对于家庭的重要成员 如果具有高风险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相关的不管是设证 好 卫政单位的话予以保持联系 同时的话呢 目前的 国家的一个重要政策是对于反毒 因此如果这 这这位受险的同时 他又有所谓的经账 又有吸毒的时候 我们目的就在于防止他再犯 因此如何结合 所谓的医疗处域方式 好 因此我们现在讲官在对 针对所谓的吸毒之人的话 我们有所谓的多元处域的方式 并不是一定要 把他起诉 我们可能透过所谓的医疗 的治疗的方式 使他能够 及早的归附社会 同样的酒驾 也是一种所谓的 类似于精神上面的 一种一种成瘾性 我们也希望能够降低酒驾 对于有酒驾前科之人 我们的还起诉 所谓赋予生命教育 等等 希望能够使他归附社会 不要再有下一个被害人的发生 所以今天本周 我们法务部的立场的话 对于任何犯罪的话 讲官绝对是主动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正义 所以去年台南的案件 还有新店的那个案件 讲官在第一个时间 就到犯罪现场之后 经过证讯之后 也向法院申请羁押而获准 但是接续之后 到了矫正机关的话 虽然羁押 但是我们也透过医疗系统 希望医生能够对他予以治疗 让他在求情稳定 不要造成矫正 矫正机关的那个 介护上面困难 因为我们矫正机关 希望能够营造一个 人文化的收容空间 使他早日能够正常的归附社会 如果他有保护 那个保护管束的期间 的情形的话 我们的官户系统也会 更加的予以关怀 密集的访识 而且结合的相关的 设政卫证等单位 我们能希望能够帮忙他 当然最后 精神的 受到受到影响的 除了行为等以外 对于被害人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他造成精神上面的 那种所谓的创伤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个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我们也会主动的 结合相关的 卫证等等的专业机构 希望能够 那个 用所谓的关怀等等 使他能够 早日离开这个创伤的 这个环境 因此法务部的 以法务部的立场 对于不管是行为人 或者是被害人 对于有关精神障碍的话 我们会 呃 全力全力为之 但是这牵涉到专业的部分 我们也很感谢 卫福部长期以来 对于法务部的协助 因此以上简单报告 进就于主席 及各位委员 请多指教 谢谢 好 谢谢黄市长的报告 委会 委会补充介绍 也一并邀请 就我们这个 内政部警政署 副署长 刘柏良 刘副署长 那也一并请 副署长来做报告 还是要 还是要 不然就行事主 主户局长来做报告 好 谢谢 主席 各位委员 女士先生 大家早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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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警政署这边就 社会事件 检讨社会安全 还有精神卫生 与 附近支援的 部件的一个 专理报告 那 那 建议近期发生 新北市 新电区 杀人事件 薛新警察机关 那迅速逮捕 大案 那 并移送法办 但是 也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治安的一个观感 那 这种事件长期来是深受社会大众的一个 矚目 那 内政部 警察署这边也因缺要求 强化案件的一个现场的处理 还有关怀提论 那 以维护社会治安安定民心 那 以下 警救本署 现行的相关的作为 提出报告 以维护民众生命财产 财产安全 呃 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决心 呃 这是在 呃 在要报告如下 一 近年有关 杀人案件 判决的分析 那 那 今检视全国近五年警察机关 偵犯故意杀人案 含 计税 吼 还有未税 吼 发生了一个破误情形 从104年到108年 那整个一个 发生数吼吼 呈现 逐点下降的趋势 吼 从442件到 304年 442件 到108年 302件 吼 那逐渐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一个破误率的情形 也达 达到 几乎叫 九成的一个情形 吼 那 另外 统计 一百零九年 一到三月吼 那故意杀人案件 发生55件 那 叫去年同期 减少两件 那下降百分之三点五一 为近期 国内再次 呃 发生 呃 吼 吼 吼 厉害杀人的案件 震撑人心 引起所有的一个 矚目 那二 历年 学 学籍杀人案件的分析 为防处 学籍杀人案件再次发生 那本署 统计历年来 呃 从一百 呃 一九九五年到 二零二零年 啊 学籍杀人命案 计八件 那共造成 十一人死亡 那之分析如孝 那有关 一 精神状 精神 症状 那案发前 零有精神障碍 证明者 呃 零人 那司法审判 送请精神鑑定 状 那个 呃 这个部分有七人 那二 呃 教育者年龄 呃 大约是大概二十到四十岁之间 三 行案的记录 那 总共有四人 那我们那有毒品窃盗 过失伤害 四 职业 无业者 七人 呃 最多 五教育程度 那高中职以下 七人 那大学程度一人 那六 犯罪的地点 吼 这是发生出手 吼 那在公共空间有七件 那另外马路 呃 有四件 七 被害对象年龄及姓北 吼 那被害人以成人居多 吼 吼 既有七人 那未成人 既有四人 那犯罪的工具 吼 有八件军事以刀蟹犯案 九 根据侦查及判决资料 显示我国学姬 杀人事件 呃 犯嫌特征好归纳如下 这个一 恰爱者均为男性 二 无业居多 三 预办事为没有前科 四 多 多设有相关精神疾病 五 长期失业 生活压力大 对现状态不满 六 长期情绪低落 沮丧 忧郁 不满生活现状 七 人际关系 较淡薄 较然融入社会而见左向 社会边缘 那三 针对失业案件相关应付作为 一 现场这个形状的处理 那我们接规通报 远景抵达现场之后 那 管控危害 立即封锁管制现场保全政务 以避免相关基障 被破案 同时实施案件的调查 勘察 彩政 权力侦办 以弃捕相关的嫌犯 二 被害人伤亡处置及关怀提问 现场协助将 伤者救护救医 死者 死者封锁 封锁遮蔽 并通报相应 并以同理心及尊重 态度 关怀 协助被害人及家属 并唯有取等的 人身安全及个人隐私 三 发挥社会安全网的效能 那 在这边的一个相关的具体作为 一 强化勤务作为 提高见景率 本署未预防 学期杀人案件发生 除加强各项 勤务作为 对辖内 人潮聚集 大众运输系统 可能发生重大人为 人为 危安案件之处所 或 路段地点 那 及治安要点 加强巡逻 守望等相关具体的一个 勤务作为 并提高巡逻的密度 提高见景率 遏制不法情势发生 以安定社会民心 而强化 卫生 社阵 警政通报 联系的一个机制 卫生 社阵 警政 双方 建立联系窗口 针对社区 具暴力倾向的精神异常 及人格 尾场之事 除加强医疗 访查 及治安工作外 并请 卫生 社阵 警政单位 本与 业务权责落实办理 保持良好 沟通管道 如有需要 警政单位 应协助 附送 就医 令家属 应协助辨识 与控制行为 能力 显示 减低之高风险 疾病的一个 持续 就医的一个诊治 如对他能 有危害之余 应 尽速 送医 三 落实治安固定人口查访 及高风险家庭 幼儿童通报机制 落实执行 治安固定人口的访查 及掌控 执行时发现 疑似被害群状 或高风险家庭 因落实相关通报机制 以其基先 与家庭或社区 预防 这个防治 四 发现高危险精神病患 通报当地主管机关 协助护送就医 执行植物时发现 高危险精神病患 依精神卫生 法 第32条规定 立即协助 送医 并通知当地主管机关 并是需要 要求协助处理 或共同处理 设有致伤 伤人 之与精神病患 为防犯类似的情势在发生 各警察机关 应激配合各地 地方 政府制定之 护送精神病患 就医作业程序 协助 护送就医 结议 本署以集体侦办 并破 微经媒体 一个大呼报导后 那可能引发一个模仿的效应 所以我们这部分 应谨慎以对 令统计 四类案 四类案件 大部分设有 相关疾病 故本署持续加强 各项的勤务作为 提高见景率 强化相关的一个联系的 协调通报机制 落实 案发后的一个 应处指挥 调度 管制 还有紧急的应变措施 迅速掌握 现场的状况 消弭事故 将伤害降到最低 那未来 本署将持续 结合相关的部位 强化社会安全网 以同理心及尊重的态度 采犯罪被害人为中心之作法 落实被害关怀与救助 持续配合相关主管机会 落实各项安全 无畏务作为 透过机关 学校社区活动 加强宣导民众对高风险 家庭的认知 还有通报的观点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谢谢 主委局长的报告 谢谢 那现在开始做宣打 做以下宣告 本会委员 宣导时间6加2分钟 议席委员4加1分钟 10点半截止 还原登记 委员如果书院执行 请在三位前提出预期不受理 暂定10点半休息10分钟 那11点半来处理临时提案 执行室 请各位使用消毒过的 无线麦克风发言 那现在请 登记第一位委员 苏角慧委员来发言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微服部苏次长 来有请苏次 委员好 次长好 次长我想我今天一开始 还是想先跟你讨论一下 跟防疫有关系的 我想跟你讨论的是贵部 在3月20号的时候 公告的这个 执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医疗上的 及防制发及补助津贴 及奖励要点 这个 次长很清楚嘛 3月20号公告的这个部分 好 我想 卫福部在这边呢 您是根据我们之前通过的 特别条例 第二 第二条 第一项 也就是 公私立医疗机构 执行 执行防治 医疗照护之 医事人员 及其他从事防治相关人员 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应于补助 或发给津贴 这没有问题嘛 母法是这里嘛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您在这个 补助津贴 及奖励要点 这边 从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分别 把这个津贴的 试用对象 补助的对象范围 及奖励的核发对象范围 通通做了一个明白的说明 我想请问次长 这三项的标准 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案子 是我们 薛 薛次长负责 他们去聆订这个内容 详细我不清楚 但是基本上 他们会能 依照是承受的风险 跟辛劳的程度 去做这样一个考量的 我今天想要在这里问卫福部 次长您既然代表卫福部到这里来 您还是应该要接受我的质询 并且代表卫福部来回答问题 我想 这个条例 特别条例 当时在制定的时候 尤其是在政党协商的时候 本席从头到尾参与在这里 我很清楚第二条 在定地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这个 医事人员放进去 集的时候 是经过了一番讨论 很清楚的说 其实不是只有 医师 护理师这么辛劳 其实整个医院里面 有各种身份的人员 都在协助执行 甚至包括清洁工 这么明白的一个讨论 而且就是本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说 依据我的法律专业 我也认为是 这样的医事人员 及相关人员 能够把这些概念 通通都含刮进来 因此在这个朝野协商 最后 我们大家达成了共识 文字这样写 那么今天我看到了 你的这个补助要点 里面 在发放津贴的部分 为什么只有 医师和护理师 只有医师和护理人员 你的第二条 津贴的部分很清楚啊 一共只有 医师每日新台币一万元 护理人员每班一万元 为什么 我想 委员刚刚提到的 就是只要在这个环境 工作人员 可能都有同样的风险 跟心脑这样的议题 对啊 难道医师检验师 他们负责照X光的 他们没有风险吗 医师检验师在做 检体裁剪的 没有风险吗 呼吸治疗师更是啊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被纳入呢 还有 就是在上一次 朝野协商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谈到的清洁人员啊 他们为什么没有 在这个上面你看 第二项的津贴 它是指你出这个班 所以你就有相对应的津贴 再来后面的这个补贴的部分 又不一样哦 补贴的部分其实是 如果因为配合防疫取消出国 所以导致了损失 核实补助 这是补助第三条的部分 第四个 奖励的部分 那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跟当时 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概念 其实不一样嘛 那当然大家因为风险的不同 不是每个人每班都一万元 这个我完全同意 但我认为今天的范围 不应该是只有辛苦的 医师和护理人员 除了医师和护理人员之外 整个尤其是我们在这个 检疫过程当中 在处理甚至是确诊的部分 我认为还有其他很多的 相关人员 医事人员 也就是母法当时写的这些文字 我认为它也应该被包含 市长你觉得呢 我想这个议题我想 我们会再进一步讨论 当初在处理这过程当中 这样的一个差别大概是怎么处理 我比较确定的是 出国补偿部分 医师人员的范围是比较扩大 包括我们社工人员都在那里 有啊 那个上面有写嘛 有社工人员 但是这个部分 我认为市长 你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回答 那现场有谁可以回答 如果市长都没有办法回答 现场有谁可以回答 跟你有办法 因为今天主题 好 那这个 那这个 我要求卫福部要提供说明 甚至是到我的办公室来解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包括了这个今天的部分 我现在看到了 这个医师每日新台币一万元 然后呢 这个护理人员也是一万元 可是我看到 实际上现在某医院 北部的医院公告的防疫津贴 和卫福部 其实他预计的落差 其实相当的大 现在呢 实际上2月1号开始发的 他每班只有300元 那么我们的津贴呢 是一万元 我们预计 我们当这个公告嘛 3月20号公告了之后 我们是要每班一万元哦 当然这个是有条件限制的 就是他是在什么样 接触到的 是什么样的隔离病房 或者是接触的确诊人员 这个辛苦的程度有不同 风险的高低有不同 所以有不同的数额 但一万元和300元 这也实在差距太大 所以未来 卫福部会把这一些 诶我在跟次长 我在跟次长好不好 就刚刚那一题已经就 对不对 要缴资料嘛 我是希望说能够补充说明是 因为他不是用个案讲 是用 有用奖励的方式来处理啦 是在我们的 第四点的奖励合法对象里面的基准当中 有做了一些 清潔人其他类型的 我们当时在设定的时候 是从津贴开始讲起的 奖励是后面对防疫有功的人员做奖励 那所以你这个配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卫福部提出说明 送交书面资料到我办公室 可以吧 我下次继续追踪嘛 我们这个防疫还没有过嘛 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嘛 那这样子的规定到底合不合理 国家的预算怎么分配 我也没有说要全部发到一个 太广泛的部分 因为我知道国家资源有限 但到底谁应该可以得到今天 谁得到了补助 谁得到了奖励 这个大家都想知道 大家也都在看嘛 这是第一个部分嘛 那我回到我第二个部分是 你现在规划了医事人员 医事人员 你医生啦 对不起 医事 医师及护理人员 每班是1万人 可是实况是 每班现在是300元 所以卫福部会去追踪吗 我想任何的补贴金制 当然就应该做落实的追踪啦 好啦我认为应该要去追踪 然后调整啦 这是第二个部分啦 好那再来的话 是医检师也是一样啊 我现在看到新闻说 医检师 医检的量太大了 所以还要征召 这个 为 为职业的医检师出来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很惊讶 我们确实有到这个程度了吗 如果是的话 那表示 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 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是希望 卫福部可以尽速的澄清 其实我国 我们现在的解疫能量 是稳定的 可以控制的 我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如果还没有的话 这种讯息 应该要让社会大众知道 才会对我们的防疫工作有信心 市长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同意 我想提前部署 跟实际需要这边的落差 我们要说明清楚 所以就没有 现在没有不足的这个部分 所以那只是一个 可能的未来的规划 有这个想法 但 完全还没有开始执行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好 市长 因为 我不晓得你对这部分 业务分得这么清楚 没有办法回答 占了一点时间 所以我本来要问的后面 精神疾病的部分 变成是没有时间 那我只问你一个 市长 精神疾病 我们对于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 和有精神病患的犯罪者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吧 精神病患 和有精神疾病的犯罪者 这是完全两件事情吧 是 这个 需要犹豫吗 不用吧 对 对不对 所以今天有 衛福部 法务部 甚至内政部 在三个部会在这里 我刚刚在听到 这个不管是法务部 或者是内政部 刑事局这边的报告的时候 他们的报告内容 您认为如何 我相信这是应该 跨部会合作的部分 那他们报告部分 当然就是他们 业务单位是做强调 那中间很多合作的机制里面 我觉得可以再做说明的更清楚 我认为是这样 我今天只来得及说一件事情 我认为 我们今天跟衛福部主则 在讨论的是 精神病患的种种的待遇 我认为不能污名化精神病患 是对卫福部的主则 可是我非常尊重 刚刚法务部 或者是内政部 你们提到的报告内容 是要维护治安稳定民心 这个我都敬表尊重 但这种事情 这种说法 它是无限上让到 大家现在看到精神病患 就变成它好像是不定时炸弹 我们在精神 我们在卫福法里面不是也有提到吗 不能让媒体污名化 这样子的部分嘛 所以如果说社区是有不定 他报导了一个精神病患 然后说社区就像有不定时炸弹 你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吗 当然不接受 我同意 而且如果是从刚刚刑事局的报告 他调查非常清楚嘛 这么多年来 每一年的杀人案件 将近400件 500件 有这么多 每一年都有这么多 可是 你1995年到2020年里面 25年当中 精神病患的 相关的随机杀人案件有多少 八件 那到底是精神病患比较可怕 还是正常人比较可怕 是 那你怎么能够容许说 像这样子的状况 这样子的言论 过度的在社会传递 而没有去 而没有去制止呢 那我认为这样 卫福部就失职了 你在沟通的过程中 我在你在沟通的过程中 这样子的态度和 主题 我觉得 就是你们最应该尽到的责任 不然你后面讲的再多的 这个不管是迟前 或者其后的处域 我觉得都没有办法 避免精神病患 被污名化的状况 对 我很认同苏立委 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想我们这个部分 宣导部族 我们要再加强 各部会之间的观念的共识 对啊 我非常支持 我觉得刚刚内政部或法务部 对于你们的作为 都敬表支持 而且觉得做得好 但在陈述的方式而言的话 其实就是会造成社会对精神病患 不了解和恐惧的状况 这就是你的责任啊 对啊 所以我直接请次长回答的原因 是在这里啊 我希望未来是从政府部门做起 对精神病患 和有精神病的犯罪者 这是可以切开来处理 并且做适当的表述 我觉得这才是对精神病患最好的照顾 是 我们完全认同 谢谢 谢谢次长 好 谢谢苏委 谢谢初次长 接下来请吴世伯委来做咨询 有请次长 来 次长 委员好 志长辛苦了 首先本席想问的是 监察院在23号 对卫福部 没有落实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 提出了纠正 主要纠正的理由就是 这个评估的 主要内容是以身体损伤 为评估的亮相 但是 有四肢健全的身障者 他就被排除到 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一部分 那么针对监察院的纠正 卫福部有什么样回应 请简短的回答我 是我想鉴定部分里面 我们内部做个讨论 称如吴委员提到的 CRPT里面规定说 你在鉴定一个人是不是身心障碍 不能只他身心障碍 还有他社会环境整个一个处理 那因为这个社会环境 怎么去认定指标非常复杂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内部还在评估当中 应该怎么浓入我们这个鉴定当中的一个指标当中 我请问次长 我 据本席了解 你们部里面 有在考量要修这个法 让他更周延 而这个法 朝案已经在部里面躺了一阵子了 请问什么时间 可以送到行政院 再转送到立法院 给我一个时间就好 盖定的时间 跟委员说明 这个案子已经我们初步经过 我们部里面的法规会审议通过 那现在正在作业 叫承报这个行政院 给我一个概率的时间好吗 什么时候可以送行政院 因为全民都很关心 给一个时间就可以了 我们严责任在下个礼拜会抱怨 以这个目标来努力 好 下个礼拜抱怨 请智慧本席的办公室好吗 好的 谢谢 我要持续追踪这个社会安全网的问题 第二个有关 拖瑞症的患者 到目前为止 能不能申请到身心障碍手册 因为在南投 发生这个国中生 被同学 因为一个简单的争吵口角 就被美工刀刺死 他就是拖瑞症的患者 目前有没有纳入身心障碍的 有没有 现在目前鉴定 并不会是因为病症的名称 就等同拿到身心障碍 要看他的整个 好 我们符合那个 我了解的是这样子 目前并没有纳入 身心障碍手册的申请 但是我请卫福部考量 可不可以经过医师专业评估 如果拖瑞症 症状严重的 经过专业评估 纳入 可以申请身心障碍手册 可不可以考量这件事 其实现在是任何人 都可以来申请 那拖瑞症 是不是等同可以拿到身心障碍 这中间是要看他的实际的状况 市长你要了解我刚才的问题 我是说经过医师专业鉴定 拖瑞症比较严重 可能会引起社会安全的 可不可以发 那当然有个评量标准 而不是用概略的回答我 可不可以考虑 我想我们可以提 专家委员会做进一步的咨询跟讨论 好 我希望尽快有实现性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过一次 绝对不会没有第二次 请特别注意 是 谢谢 第三个问题 本席要问的是 总统 蔡总统曾经说过 社会安全网的重要 他要尽全力将社会安全网 把它补起来 不让每一个可能调出这个安全网的边缘人 被遗漏掉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正常生活 正常受教育 正常的享受家庭生活 这个刚才听到你们部里的报告 很多数据 我也肯定 卫福部做了不少次 这点本席非常尊重 谢谢 但是你们的报告里都是数据 我们举办了多少场次 各种各种的活动 我们服务了多少人次的活动 对社会 对大众来讲 没有感觉 这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虽然你们很认真 我现在提底下几个数字 一个 儿童的 受虐死亡人数 我们看看这几年 2019年的人数就已经增加了 这是 受虐死亡的人数 跟你那么多场次 怎么去对比 人民关心的是什么 不是你做了多少次 做了多少事 而是做到了什么 下一个 各位看一看 儿童受虐人数 更是增长到这个可怕的数据 这三季就已经超过前几年 这是受虐人数 我们就何其忍心 让这些儿童 少年受到这样子的虐待 再看下一个数据 家暴事件 这三年 这三年 蔡政府 每次 每个年次增加的人数 这些数据 都是 贵部提出来的 可以接受公平的 我们再看看 自杀的死亡人数 看这三年我洪框框起来的数据 好不容易降下来几年 这三年逐年增长 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社会 把这些人数 不断的增长 看起来你们做了很多事 那后面我再提一个 等一下请次长一并回答 本席的办公室接到 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 简称是CCSA 台湾目前的私家儿 就失去家庭照护的孩子 只有6% 有机会住进智利宿舍 这件事 明显的看到社会安全网的一个破口 那么贵部所编的预算 我们目前所查合 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精准 一年只有15万 那么这个 社会安全的破口 这些年轻的孩子 从育幼院出来 如果没有接住他 没有给他个过度中继的照顾关怀 他就被 街友 变成毒品贩卖者 变成暴力的车手 这些社会安全网真正需要照顾 他没有行为能力 那么我们设 卫福部只编的这么少的预算 我简单举几个数据 全国只有10个县市 也就是45% 有101个床位的智利宿舍 全国 那么101年 就已经有100床智利宿舍 今年到109年 也只增长一床 101床 那么这些施加额 是不是一个社会安全网的漏洞 我想卫福部针对 我刚才这几个数据 让你们看到 可不可以简单回答我一下 非常感谢吴立委关注这几个议题 我相信额少家暴的数字 所有工作都有随时检讨的空间 但是也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额内数字会增加 是因为社安网之后 我们之前把高风险的个案 没有列入那个儿童保护的数字统计 那社安网之后我们把 所谓的高风险就是比较他被疏忽的 现在也纳入我们这个儿童保护的对象 所以数字的增长 是因为这个定律放宽的问题 那自杀房子 其实刚刚委员看到的部分是在107 108确实有稍微平稳下来 但是还有努力的空间 那我们也发现说 去做年龄分配 有发现说 老人的自杀部分有下降 但是在中庄里这块 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这块是我们必须再加强努力的 那第三个有关委员提到致力宿舍的部分 跟委员报告 就我们提供这个儿童住宿的地方 不是致力宿舍其中方式之一 我们还有提供租金补助 就也许不用宿舍方式 他用去租房子 我们协助租房子 用提供租金补助的方式 那这个经费的主要是来自地方的责任 是地方边内议算来支持的 好 那谢谢市长 我想讲的是 你采取这么多措施 我们面对的这些孩子 他没有行为能力 他是孩子 他没有家庭的长辈照护 我给你津贴 你要一个12岁的孩子 去找谁申请津贴补助 当然有社福人员 有社工 我当然知道 政府这些措施 现在是外面社福团体在努力 有人在做 政府编一些预算 提供他们资源 提供一些人力 提供一些行政方便 他不是做得更好 我希望卫福部 善用民间的资源 来照顾这些施加额 而不是说 我们已经有多少多少计划 这些计划让孩子 能不能感受得到 让社会安全网 真正能够补起来 请卫福部慎重思考这问题 将你们的答案送到本席办公室 我要来追踪 好吗 谢谢市长 谢谢 好 谢谢吴远 谢谢薛市长 你先请回 好 谢谢 接下来请文伟宇委员来做咨询 我请文伟宇部署次长 谢谢 来请 说次 我也好 我们想要今天想要来讨论一下 简单讨论一下社工心智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感谢 这边其实提到的社工的新生 就是社工其实长期都 的薪资其实都普遍的偏低的情况下 所以有提出了这个社工心智化 心智的这个制度 那这其实是可以让更多的社工人员 可以久任 当初的出发点是这样子 那但是呢 在今年上路以来 其实我们有听到很多社工的声音 包括说 在这个社工工会 也有召开记者会来说明说 社工心智的五项一律 我相信次长这边应该都知道 就是说这些预算从哪里来 旧约新约的这个 议约的情况说的不清楚 然后又或者是哪些 适用心智的对象 以及组织宣称不加薪 和总而治心智的落实困难 那我们可能针对其中 几项比较重大的问题是 普遍 这也不是只有台北市社工工会 有遇到的现象 就是我们普遍 跟不同的社工工会讨论 都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社工心智虽然利益良善 但是在实际的职鞋面上 有可能会落入 看得到吃不到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社工心智补助的是 采心智的 签心智的这些社工 才能够得到补助 因此原本针对旧的契约的人 需要进行这个换约的动作 才有办法适用这个心智 那这个换约要怎么进行呢 主要还是用民间单位和他的 和他的所谓收购者来做 签约者来做这个协调性 所以其实并没有强制 导致所以有很大量的社工 他虽然知道了社工心智 但他的约并不适用于社工心智 所以他没有办法享受到 这个社工心智的保障 那不知道这个部分 市长这边是不是清楚 是我知道跟委员说明一下 我们在规范这个心智调整 就是只要我们中央补助的社工员 无论新旧是一定按照新标准 那陈如跟委员讲 有些地方政府自己委托的部分 确实有个地方都没有跟进 那这个我们还在强调 要求跟他们能够跟进 所以确实会有委员说的 地方政府这个不一的状况 那这个都因为是低连商努 我们都还在陆陆续续追踪这个状况 然后会做后续的弥补 所以在社工普遍反映说 这个沟通地方跟中央的沟通 可能不是很良 或是说这个召开说明会的部分 还没有那么清楚 以及后续的落实 其实不够清楚的部分 我们很希望可以加强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社工心智的元年是今年2020年 所有 所以在今年的预算是由中央来处理 那但是明年开始 地方政府需要自筹 一直会形成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那其实社工也普遍担心的是 那地方政府的裁员要从哪里来 他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些 因为因社工心智而多出来的预算编列 这部分其实也是他们在担心说 第一年或许还OK 但已经有部分吃得到 看得到吃不到的情况 那第二年之后呢 这真的能够持续的落实吗 是 跟文言说明 其实在这个薪资 这个调整当中 也跟地方政府做一些沟通 那因为第一年来不及编 因为我们这个预算 在上编列 这一年度预算之前 没有做这个案 是编完之后才决定 所以我们第一年以为 我们来整个补贴给地方政府 但是第二年因为已经有 它有一年多的缓冲期了 那就会回到正常的一个机制里面 那当然我们地方政府 中央每一年都会有设算 社会福利的预算 那在设算的预算当中 我们也会做这样一个 指标上去考虑 怎么去做调配 那原上 我想委员非常了解 社会福利的品质 真的设功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当然那位社工行制很重要 所以我等一下会提到说 就是这个部分 地方政府他知道他应该要找裁员 但是他 他们得到反应是其实 有些可能地方政府的裁员 不够充足的情况下 他可能会导致他没有办法编列这个预算 这是现实的状况 所以不知道 这部分有没有再更多的积极的协调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针对社工行制的情况 因为保障了社工的行制 但是却也导致说 可能有些社工要求 可能导致有些社工被退场的情况下 举例来说在亲职管里面 其实原本有些亲职管是有编列社工人员 去做一些协助的工作 以及咨询的服务等等 针对这些小孩 或者针对这些家庭 但是呢 他并不是必须要 由社工人员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现在因为心智 他必须要给他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做法 所以他可能会要求他用别的 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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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项来说 来请他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不是用社工师 或是社工 社工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导致说 他其实 虽然他做的是社工的工作 但他因为条目的 人事编列的预算的变动 所以他变成 他还是没有办法实用到心智 有人报告 因为当初其实在亲职管里面 我们是觉得 教保人员跟社工人员 都是他可以聘论的 这个专业能力 那确实是有些 我们发现有些人 原来是聘用社工人员 现在又用教保人员来担任 但是教保人员跟社工人员的 工作人员职责范围会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我们要求是 他整体的工作的品质 不能下降嘛 所以他会有两个情形 第一个就是 这些社工人员不再接受聘股 第二个就是 请这些社工人员转任教保员 教保协力人员等等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行资的部分 这是现实方面的遇到状况 而且已经发生了 那我想这样的陈情 其实有持续的松出来 到微服部这边 可能也要请微服部来 认真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社工行资的原意是好的 但是在落实面上 看起来是已经形成了 逐多的困难和一些 可能的遗憾 或是缺憾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很希望说 在社工行资的部分 能够持续的来改善和落实 主要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落实行资 让这些社工人员 不会因为经费的问题 或者是不会因为行资的实施 而遭受到被退场 第二个是希望能够长期的稳定 来规划财务 来考虑说 是不是能够 财力分级的方式 来补助地方政府的经费 因为现实状况是 地方政府很多 县市的经费 确实是有不足的情况下 那大家将现在 限制要上路的情况 会更为严峻 那以上是这两部分 再请微服务这边 是不是能够 跟我们一个回应 委员这个关心这个议题 确实是关心我们 这个社会服务品质 我们很重视 那就是说 地方政府 让该有的服务品质 我们希望不会因为 任何这个因素来解决 那我们后续 个案的县市的追踪 我们会加强珠草 而且我们也会纳入 整个我们的县市的 福利绩效评件的考核的 指标参考 所以这部分就是 已经确定了 然后你们也会规划 我觉得很好 那但是后续就请 持续的去追踪 这个部分是不是 有能够得以落实 是谢谢委员 谢谢 然后要再麻烦 那个新口市市长 盛市长 不好意思 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先开始投影片 就是说这个社区 精神照顾的资源分配 都是我们觉得 很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其实在 新口市的资料 可以看得到说 精神疾病的照顾模式 除了医院之外 还有社区的招呼 以及居家的招呼 那其中社区的招呼能量需求 大约有11万左右的人 能力的需求 这都是来自 卫福部的资料 那但是呢 我们目前现在 需要访试的人 预估有大概4万 11万里面 大约预估有4万 是需要访试的人 需要社区关怀的人 但是访试人力 大约是99人 意思就是说 每个官访员 他需要做的个案 大概是405人 那一年以这个案量来看 其实大概可以想象说 他其实案量非常重 然后每个人能够提供的服务 以及时间 其实都非常的有限 那所以 或往往在这样子的关怀的 的行为上会偏重 你是不是 是不是有规律就医 然后或者是不是有服药情况而已 而不是说真正 能够跟他做好一个 社会上的连结 以及人际上面的连结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 很需要被改善的地方 那又第二个部分是 这些关怀 访试人员 其实很多县市 并没有将精神病人的社区关怀 以及自杀通报的社区关怀 做分开的处理 虽然在人力的边界上有分开 但是很多人 很多县市的情况 就是这一批人力 同时做这两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在偶尔福部这边 编列的第二期的计划里面 有希望能够提高 提高这些关怀访试的人员 到621名 然后其中社区 病人社区关怀访试员 有到425名 但如果以400 刚才说的4万多人来看 其实每一个人 仍旧需要 平均服务到94个人 那其实一样的问题还是会在 就是一年你要服务这么多病患 然后去做社区关怀 我们可以想见 这样子的人力 其实是非常的不足 是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这个地方 社区的关怀访试 不应该只是定期的去访试 或是固定频率的去访试 或是只要有访试 就达到目标 因为真正的社区关怀 是希望能够做到深化 希望跟这个人连结 希望能够知道 这个社区病人 精神病人 是不是有更多的服务 更多的需求 需要被服务到 或需要被处理到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在这部分的访试 和能够持续的加强深化 那加强深化的前提 就是必须要降低按量比 所以希望这边能够通盘的 检视这个资源的盘点与连结 因为 精神病人刚才 其实前面几个人 好几个人有都提到说 不是 犯罪之后我们才来关心 或是发生问题之后 重大问题之后 我们才来关心 而是在前期 就应该先做社区关怀 避免未来发生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觉得 很重要的地方 也是社区 社会安全网中 其实不太提供的到的部分 那因为时间有些 我这边就很 大概 简略带过 那后面要提的是说 在除了官房员之外 其实 还有同才的需求也很重要 像有很多的内容 其实很多的专案 包括其实都提出来说 社区应该 除了官房员之外 应该要有社区多元化服务的方案 比如说社区团体家庭 团体家务等等 让这些人在社区 能够互相彼此的支持 有同才的支持 也会也能够社区 有彼此有一些互动 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以及心情和精神方面的 慰问和连结 那2019年 其实卫福部这边 有开始计划这个方案 你开始实行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大概只有编列了2000万的预算 我们可以想见 前面提到这么多人 然后要分一个2000万的预算 其实是非常的不足的情况说 所以我们会认为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很多报告提出来说 这个2000万的方案虽然很小 做的案件非常的少 但是以个案的效益来说 其实是非常的好 让他们这些精神病患 有精神障碍者 能够在社区中有自主的生活 能够减少住院 然后也能够跟社区有所连结 也让家属看见说 其实这些人 他们有机会是可以在社会上 跟这些社区的人 跟一般人 大家都能共处 安然共处 也能够和乐相处的情况 这样其实就可以减少 他们走向偏差的 这个可能性 这就是我们提到说 既然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我们因为 受限于2000万的预算 只能服务到的个案 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加加长社会安全网的部分 目前第一期应该是在今年 可以做一个结束 但是以在今年的这个 社会安全网第一期结束的 目前实施的状况 看起来都是偏向于在后段 怎么样处理这些 已经比较偏入中后段的情况 已经发生问题的个案 我们来去做协助 但我们很希望社会安全网 真的应该从前期来开始做 让这些人 这些除了精神疾患者之外 应该还有很多方面 都应该在前期来做 所以我们当初在 社会安全网1.0的时候的上路 其实就我的知道 是并没有采纳太多人的 共同来讨论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做法 而是大概有一套方案之后 去沟通并且上路 我们很希望说今年一起结束之后 不确定会不会有 社会安全网的方案的第二期 如果有 有没有可能在计划的同时 就广纳大家的意见 尤其是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 以及各专家学者的意见 我们希望社会安全网做的 真的是提前的预防 而不是只有在后段的协助 是非常认同委员的意见 我们第二期正在眼里当中 那初步是找地方政务 跟专家学者 接着我们还会在民间团体 相关的议题来 针对这个议题在做进一步的检视 是因为现在第一期的安全网 看起来是比较偏向说 大家有想法 但是跟实际上的落实 以及第一线工作人员 有一些落差 就是在实际的执行面上 有一些落差 包括像社工的人力的分配 等等都有一些问题 导致说 反而没有办法照顾到前端 而是把资源都整个 挪移到后端去了 所以我们在第二期 希望除了专家学者 以及地方政府之外 也能够将这些 比如说第一线的社工人员 或是精神卫生 关照员的想法都一起纳入 这样才有机会做到 所以我们会在 广州不同领域专业的 跟民间团体的意见 再补充我们第二期的一个计划 谢谢委员的指教 所以会有第二期计划的 有 我正在研理 我们现在已经在研理第二期计划了 那所以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会清楚知道说 这个规划会 什么时候有公听会 或是说 什么时候会有这些广纳大家意见的 目前因为我们先有跨部会 现在请林政委 我们政委有在做 稍微一个草案的定案之后 才会开始跟各地方做公听会 那目前草案的 应该会还再有一次的 跨部会的协商 那谢谢的进度 是不是我们在 你一个大概进度在回报委员 我们比较希望在这个 各部会的协商的时候 同时就有这个公听会 来采纳意见 因为以第一期来说 其实当初也有找我来谈这个意见 那我们的意见 其实它完全就直接否定 也没有想要听 当时我们很希望在2.0的时候 能够公开的来 广纳大家的意见 是 我们会做这样的工作 谢谢 好 谢谢文委员 谢谢苏次 接下来请庄静城 庄委员来做咨询 我们请那个外部 来 请苏次长 委员好 市长好 像最近这个强化社会安全 今天的报告就说 像行政院在107年2月26日 核定了这个强化社会安全网的这个计划 那这三年内也投入了近70亿元 那从支持地方 增设这个社会社会安全网络中心充实这个服务的人力 跟确保这个整合这个保护性的服务 然后建构跟完整严密的家庭社区支持网络等 那补足这整个社会安全的体系的缺陋 那贵部在2006年起 2006年起 那针对这个家庭中不愿就医 畏惧走入社会自我封闭 无病事感这些精神障碍者 那由各县市 卫生局或承办单位 张牧心理师 护理 护理师 然后社工专业人士 用一年一聘的这个 约聘雇社区公怀访试员 进行那个 入家的一个访试 那贵部在今天提出的这个专案报告中 在相关作为的第六点 就是办理这个精神病人 社区追踪访试 里面的那个内容提到 在108年 共补助各县市政府 卫生局聘任这个心理 心理卫生社工 142名 那关怀访试员99名 那协助全国 这个2742名公卫 公共卫生护士 然后共同提供约13万名 精神病人 以及1万多名 这个加害者 人合并精神疾病的个案的 社区的追踪访试的一个服务 那本席的中场是这个预防医学 那所以我对特别重视预防这个工作 那放在这个社会安全网上面 这个议题上来看的话 其实照顾跟关怀的人力 就是社区预防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环 那如果过去有很多声音的反应 就是说关怀访试员 她的人力不足 她的流动流动大 那她无法长期留下 可能就很难跟这个关怀的家庭 或个人 或这个个案 然后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 信任的一个关系 那因为 我老婆本身也是这个智商心理师 那以她经验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在一个 构长的一个磨合期间的一个辅导的话 那很难跟这个个案建立这个互信的一个基础 那可能在进而在这个照顾跟关怀的能量 就可能会不足了 那恐怕会造成社会安全网的一个一些漏洞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师长就说 在人力补足方面 那贵部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就招募的这个进度 距离 您 接下来讲这个规划的一个目标还有多久 是 跟谢谢委员关心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其实在台湾的精神医疗 精神病人的照护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早期我们其实完全都靠公卫护士来 做关怀访试 后来发现工业护士工作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补助了99名的这个所谓关怀访试员 那后来关怀访试员 我们做了若干年之后 也发现其实这样子还是人力不够 所以在这次的这个社会安全网计划里面 这个我们征聘了从108 107 108 109 逐年的编列 这个 新卫社工 来协助里面比较 问题比较严重的个案 特别是有家庭暴力等等 这些家庭复杂 问题复杂的个案 那这等于是一种分流 分级分流管理的概念 那用来协助 那跟委员报告 是啊 另外就是说这个人力不足的方面 就像薪资低啊 或是一年一聘的这个制度 他可以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远你改进这个这一部分 然后降低这个人员的流动率 是 跟委员报告 其实目前在新卫社工这部分 其实是相对稳定的 那至于社会社安社官员 社区关怀员这个部分 他四海一年一聘 不过他已经是等于是可以连续聘任 跟那个零约雇那种是不太一样的 那未来我们也是努力争取 让他们的心智能够提高 是 另外就是这个访试人员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那因为 根据我老婆他们的经验 如果他们过去再 去加访的时候 那其实都是 有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 那我觉得这个不知道 贵不可不跟那个内政部这边 做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协调 就是说 我是觉得有时候真的要有 警察同仁安全 这治安的人员陪同过去会比较安全 因为你过去访试的对象 你对于他的那个整个家庭状况 跟他的那个 当时的一个 他本身的状况 你没有办法了解 那如果是放社工一个 或是你是一个人去 我相信这个可能会 在治安上面会有一些漏洞 是 谢谢委员 委员您提这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安全在去 加访的时候 如果只有一个人去 常常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目前的因应的做法是 第一个 当然我们就编列这样的安全手册 教导去教导这些 呃 家访的人员如何保护自己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是 做资讯的串联 等于让这些呃 这些去访试的这些不管是工会护士 或者是各管师或者是 呃 社区管理员或者新卫社工 他们能够事先能够评估到这个个案的风险性 那如果风险高的个案 其实可以事先去跟那个派出所的警察同仁协调联络 那请他们陪同一起去 这是一种做法 那第二种如果风险没那么高 但是有些担心的 其实可以用公安共访的方式 比如说呃 工会护士跟新卫社工一起去 好 或等等 用类似这样的公安共访方式也可以降低他的风险 以上报告 是好 谢谢 那另外就接下来哦 针对这个呃 监察院这个监委这个王又龄跟杨婉 呃杨芳婉在3月23的柜部提出一些纠正嘛 那我想就是有一些在纠正的这个议题里面 我觉得我有些看法是说 像这个呃 身脏的这个认定的方面啦 身心障碍者认定方面的话 他目前好像都只有采用这个身体的损伤啊 那他说这个其实会大幅影响这个 障碍者他的补助跟服务的申请的一个 一个资格啦 那当然他们就举出说像以这个 单耳障碍 单耳的障碍为例啦 那指出单耳障碍会出现耳鸣失眠 忧郁 晕眩 头痛 头晕 失衡等症状 那尤其如果从小朋友就开始的话 那个 那个会 还是会影响一些大脑的一个 一个发育啦 那但是目前的这个单耳障碍的这个认定 听觉的功能的障碍认定是以双耳 他会以优耳来看 另外一边比较优的这个耳朵来看 那我想 这样的 这样的障碍的分级的程度 会让这些单耳障碍者 他无法想 就是享受到这个早期疗愈 跟这个 这个辅具的申请 的这些状况 那贵部这边 有没有原因怎么 怎么怎么 怎么解决 跟委员报告 原则上 早期疗愈不会因为有 身性灾害手册 才可以接受早期疗愈 所以早期疗愈 对早期疗愈不会影响 但是确实会影响到后续的 应该没有手册 随同手册来的一些 津贴的补贴没有错 那委员讲的这个议题 其实我想我们赵护师里面 他有个专益咨询小组 所以在做坚定的 项目的改变 或者的真类 都要透过那个 专家学者评议 那这些议题 我想我们都会在 那个专家会议里 请那个照顾师 在征求专家学者 在滚通去检讨 各种可能性的一些因素 看有没有可能 做开放的空间 那针对如果丹尔的这一件 因为我有接受过 到那个陈勤 那丹尔这一件 然后刚好看到这个 监察院也做出这个纠正 那丹尔这方面 可不可以请贵部 给我一个那个 说明 好我们可以再加强 相关的说明 给委员来指教 好谢谢 谢谢 那另外请那个 警 内政部的警政署 刘副署长 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 刘副署长 副署长 我也好 副署长好 那首先针对最近这个 治安事件 我们感谢这个第一线 这个警察同仁的努力 那他们也是很辛劳 那在维护我们的社会治安 那我刚刚听到这个 贵部的专题报告 里面 就是针对这个随机杀人事件 应变的一个 一个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也看到说 在3月13号这个新店 区持刀 持刀攻击路人 持刀这随机杀人这个 这个案件 在案件 发生没多久 就是检警还可能在调查的期间 那就流出了一段这个很清晰的 录下犯罪过程的一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就是 应该是在被告自己的车子里 的洗车记录器 那所以后来这个 新店分局的也出来说明说 疑似有警务人员将这个嫌犯的 这个行凶过程的影片翻拍 然后提供给媒体 那这个严重的违反这个 侦查不公开的行为 那但是我本期所关心的是说 这则影片的外流 它不但会造成社会大众的一个恐慌 那可能造成模仿的一个效应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清晰的影片 这个我不知道副市长 没有在网络上看过这段影片 那所以这个警政单位 如何预防这样的事件 再度这样的发生 那本期也希望说 法博部所属的这个侦查机关 也要以以为鉴就是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 因为这个可能是在 这个这个被告自己的车上的那个 这个应该是警察去 警方的那种去把它给 扣留起来的 那所以这个的话 市长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好谢谢委员指教 我想去年这个开始强化这个新闻 因为那个司法 这个论坛的里面有谈到 就是要司法改革里面有提到 这个政场不公开的部分 一个大事情 我想在整个 包括行政院也好 都特别强调这个事 我们警政署内部也做了一个训练要求 那现在在每天都有在监看 各机关都会在监看 所以这件事情 疑似外流的部分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那目前了解新北市 已经朝泄密罪这个方向在做侦办 目前在侦办当中 当然未来我们还是持续会强化 我们内部内部监控的这一块 我们会在做强化 是啊因为这样的影片 我也有真的会 可能会造成有暴力傾向者的 这个模仿的一个效应 那希望说这种事件不要再发生 谢谢 好谢谢 谢谢中文 谢谢刘伍首长 接下来请廖宛如委员来做咨询 好谢谢主席 我请一下次长 来 上次数字 吴云好 司长辛苦了 今天很高兴在整个疫情 那个武汉肺炎疫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我原来以为排这个议题 要建构未来 未来也是超前部署 在建构社会安全体系当中 疫情如果持续升高的话 可能全球 那当然台湾也没有办法排除的就是 失业率高 现在百业萧条了嘛 失业率高 会不会造成任何的一些什么 自杀率啦 犯罪率啦 失业率等等的 这些是我们忧心的 那今天主席拍的这个议程之后 我就在想 那整个卫福部的心理 就是心理健康的脉络当中 网络当中 到底如何落实到各县市 各社区 那我刚刚看了你的报告当中 还好你有那个power point给我一份 不然我从文字当中 实在没有办法见过那个脉络出来 那我想请教一下 你这边有提到 你们在层级当中都会跨县市来做开会嘛 然后呢 全国22个县市当中 有过半数的人 会提供免费的心理健康咨询 对不对 这些到底 过半数以上是 有的有咨询 有的没有咨询是吧 那所谓的咨询是有社人员还是 是我请我们市长跟委员来报告 谢谢委员关心这件议题 简单的一些 是这个心理咨询是我们所有的心理健康处境的其中的意怀 那你过半数是每个县市不一定有 是应该这样讲是我们逐年的要求它要增加在卫生所里面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 卫生所你终于讲出来了 卫生所里面 其实我一直在很质疑 卫福部做那么多事情 它最基层从县市到地方里面 最基层的执行单位 如果落实卫福部的政策到底是在哪里 当然很直觉我们在民众说 卫福部就是卫生所啊 可是平常已经讲你可以做一次民调 普遍的民众认为卫生所的功能是什么 市长你会觉得直觉的话 确实卫生所的工作非常的多元旁杂 那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补救圈 就是全国性的免费的咨询专线 不是啦我是说你一般来讲 或者是我们这个民调 或者是问一下今天出席列席的所有人员来讲 你对卫生所的功能是什么 可能在都会区还不想的卫生所吧 有没有 我们乡下都是卫生所 可是很多民众的印象 卫生所就是打预防针 叫你做产检而已啦 那之前还要领保险套啦 现在都没有啦 现在小孩子都不生啦 对不对 所以呢我是觉得卫生所的功能 它既然有那么多基础的单位 为什么卫福部部好好的把它发为它的功能呢 对不对 像现在很多拍到卫生所的一些医师 可能热心的他为医疗做得很好 不然的话公共卫生 很多公共卫生的护士来讲就是 哎呀通知你产检啊通知你来做什么 通知你生小孩的打预防针之外 然后最多就是社区的办活动的时候 做一些讲座 然后这送纪念品 又讲针达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单位这么好 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建构起来 包括今天的报告当中 很多心理健康的一些 不管是这些脉络来讲 你也可以从各乡镇的卫生所为基础嘛 对不对 当然你我看你的数据当中 刚刚那个那个司长吧 也有提到说 公共护士公卫护士大概2000多个 108年2733人 现在的社区关外访试员才99个 99个放在哪里啊 可能一线市还不到两个 是 各位委员报告 其实这99个是分布在各个县市 有的是放在卫生局 有的是放在医院里面 也有放在卫生所里面 卫生所 我跟你讲 照你这样讲卫生所很难啦 很难嘛 所以我今天来讲说 整个心理健康 如果说真的一些 精神病患者的话 说真的他要的 初期来讲 在预防医学当中 可能初期来讲 要关怀要治疗 要做什么 这些都我们卫护部的工作 但是呢 基础来讲 你今天报告 你给我内政博友电话局 来讲了一些犯罪的 那根本应该是脱钩的 现在是在整个关怀 跟建构一个 社会安全体系的时候 甚至于到治疗这一块来讲 通报非常重要 所以我一直觉得 应该访试员很重要 就一看 哇数字只有99个 我想提供线大概零吧 委员每个县市都有啦 两个 有没有 不只 不只啊 等一下给我数字 希望 你这边所提的一些 什么心理治疗所啦 心理智商所啦 当然精神医疗院所 精神医疗机构这些 通通给我各县市的分布 好不好 是哪些 哪些 那个院所 在哪里 因为我为什么会回归到 这个访试员呢 平常心讲 当精神病患者 他有一些 不管是 如何形成的啦 那需要关怀 需要治疗之外 很多基础 卫生所之外 连访试员 当然这是非常专业的 我一直在思考 包括刚刚那个 那个应该是 那个警政署吧 警政署那边来讲 我也一起请一下吧 我是觉得 像今 对我们基层 在乡下地方来讲 说真的 家里有精神病患者 其实整个社区 都有点忧心 那这种忧心来讲 你说访试员 我原来 原访试员应该 随时可以做访试 哇 全国才99个 怎么访试 那实际上 整个这个 这个对社区来讲 他们忧心 就是精神病患的状况 都是不明 所以平常讲 讲人体内 有时候都是不定时炸弹 对家庭的伤害也要 对社区的伤害也要 大家都会怕 所以这一块来讲 能不能跟社区 跟村里做结合 包括建构他的 不管是医疗 当然跟你们 跟那个 整个警政署那边 可能跟村里的领长 来做一个结合 我想我们要的是 建构一个通报系统 对不对 关怀系统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更好 谢谢委员的关怀 其实您刚讲的通报系统 其实是我们整个 都有建置起来的 有吗 有 我们现在在 卫福部这边就有一个 资料库里面有圈过 14万的精神病的个案 在列管在这里面 谁在做通报 有各地的卫生所 卫生局 还有警政部门都有 我看卫生所的人员 还是没有像村里长 领长的功能更大 潜伏的可是还更多 我是觉得要建构起来之后 然后真的有问题 做长期的观察 有问题的 就辅导他们到 卫福部这里 社工人员做追踪 做访试 做一些社区的关怀等等 这些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不然的话 现在你 访试员编制也缺 然后呢 社工人员编制更缺 那这样怎么会去建构 一个社会安全体系呢 人都没有 对不对 通报系统都没有 很多人 那个精神状况 当然是各种 来自各种不同的因素 但是平常心讲 我们还是要去把它凸显出来 就是给它一个 比较好的疏导方式 然后不管是治疗也好 或者至少是关怀也好 但是呢 这个没有把它建构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无从下手 而且在地方来讲 那个小孩子 或者是家人 有一些精神状况的话 大家在传统的社会当中是 不太愿意讲 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 你的访试员 你的卫生所 公卫护士会知道吗 当然是家 那个社区里面的村林长 林长等等的 他们会更了解 那通报的话 及早治疗 或许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通报系统都没有成立的话 我是觉得 很难去落实社会安全体系呢 还另外一个问题的社区中 你现在还有一个精神病人社区追踪访事制度 多元精神病人社区服务方案 这好像也没有把它建构得很好啊 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个系统本身是相当完整的 但是就像委员刚刚提 您提议的这个是提议的很好 我是觉得要跨部会 有时候那个社会安全体系的话 平安西党我们也忧心 如果这次的疫情将一直在扩散的情况之下 未来我想警政署员在这里 失业率高 失业一来的话 失业率高 自杀率高 然后犯罪率高 等等都是社会问题 然后社会问题造成精神压力的话 变成精神问题的时候 那才是社会一个危机点 那如何建构起来 我是觉得 当然现在村里长的话 为了防疫的问题也 工作非常量非常多 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跨部会当中 有时候会反 那个卫福部这里呢 卫福部这里 以前都卫生署习惯 卫福部这里呢 都要把它建构起来 把这些问题呢 做一个跨部会的结合 内政部今天没有来 不然的话内政部的人应该去 把它跨到村里 林长那里 对不对 然后做一个结合的话 通报系统建构起来 才可以 我是觉得我们这里很多社区 关怀协会啦 什么什么社团都有 但是 做的是办活动没有用啊 做社区营造没有用 人性的关怀 人跟人之间的关怀 跟包容等等 要建构起来才是心理健康的一个人 好不好 我希望跨部会把这些做一个结合 谢谢 谢谢委员的关心跟提醒 好 谢谢六委员 谢谢 次长跟次长 接下来请蒋万安委员来做咨询 好 谢谢主席 请苏次长 来 苏次长 委员好 次长好 这一次疫情的影响 其实 我想除了对于一般民众 造成很大的冲击各产业以外 当然我们对第一线医护人员 我们表示非常高的敬意哦 他们在第一线执行相关的防疫工作 但是哦 我不知道说次长 或者是我们卫福部 包括辛口斯社家署 有没有发现其实 随着疫情越来越严峻 那实际的生活上面 我们很多医护人员遭受到 不当的歧视 那卫福部 有没有正视到这个问题 然后要怎么样来解决 我已经讲了 这个疫情非常重要啦 我觉得 招歧视霸凌这一块 其实在每次指挥中心里面 也有做一些呼吁啦 那媒体也蛮 认同说 不应该有这个歧视的现象 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在 透过我们指挥中心的 政治新闻发布 会在 我们的 相关的教育工作里面 确实要再提醒民众 不应该有这样一个 歧视的方式 为什么我会在这边问 我在之前都有 透过咨询提出来过 甚至在院会 总咨询的时候 也有问过苏院长 那政府每一次的回应都说 我们会重视 我们会加强宣导 那包括指挥中心 也都一再出来呼吁 但是实际的状况是 这些歧视的言论也好 作为也好 是越来越多 到底政府有没有具体的作为 那因为今天刚好 次长 你也是这方面的专业 那心口师也好 社家属也好 也都在 因为为什么 我想 除了这边我们看到 医护人员本身 他不但 自己去看诊 都被拒诊 甚至他的孩子 都被学校 其他的家长连署说 请在家 自我检疫 或是 健康照顾14天 那更不用说之前 拒送便当 或者是房东拒租给医护人员 甚至社区拒绝 诊所的医护人员去倒垃圾 等等这些层出不穷 更不用说接下来 一般的民众 可以预见 越来越多人会受到居家检疫 甚至隔离 那在社区里面 他们会遭受 异样的眼光 等等这些 可想 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没有 很多具体的做法 我想当然这个界线很模糊 民众恐慌的心理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政府除了呼吁以外 有没有什么具体做法 刚刚委员 其实提的议题真的很重要 确实说我们在观念的宣讨 跟呼吁之外 能不能更有强制的手段去处理 我想这个涉及于 在法令上 我们要怎么审慎去 界定这个歧视的定义 跟指标的认定 我想我们可以 再多做一点工作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愿意在指挥中心 一起再讨论在 特别法里面有当中 可以引用的条文 来做更强力的一个 制度跟防治 这部分我们会再进一步再研究 市长我想要讲的 不是说 只有强制作为 要求要去 动用到强制理等等 而是可以去做一些发想 比如说我举例子 我在国外看到 他们当然可能是 大部分透过民间团体 去送暖 甚至去 做菜送餐 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甚至有的超市 他们有这种 超市友善政策 特定的时间 让医护人员 优先去采购 第一个 让他们省下宝贵的时间 第二个 将很多 必要的这些物资 优先先留给 这些非常辛苦的医护人员 我只是举例来讲 可能透过民间团体的方式 政府怎么样引导 或发想这样的一些做法 就具体的这些做法 而不是只是口头的呼吁 不要歧视 不可以如此 那甚至 有的 在国外 因为他们幅员广大 通勤时间比较长 医院周边的旅馆 愿意提供住宿 如果医护人有需要 缩短他们的通勤时间 等等 我觉得这些是不是 可以试着来规划 去参考国外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是 有一个带头效果 让医护人员感受到温暖 受到鼓励以外 也让民众了解 我们不要歧视 反而应该更加给他们相关的 正向的 这些鼓励 我觉得这些 可以去思考来做 谢谢立委 其实我们在台湾 有一个自发性的送软活动 但是这种能不能更系统的鼓励 我想这个我们愿意朝向这个来努力 谢谢委员直较 好 那接下来 我想今天当然大家探讨 就是说前不久这样的一个心电 随机的刺伤人的 刺死人的案例 那讨论到现在 我们政府对于精神病患 相关的掌握 以及社会安全网的建制 目前的进度跟状况 那我去调到相关的资料 就是说目前被评估是所谓高风险 而且必须要接受访视的 这些精神病患 大概有900多位 但是相对应 我们关怀访视员是非常非常少 前面也有几位委员提到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 也就是说 基本上 平均每一位个案 一年接受加访的次数 大概只有两到三次 所以平均大概三四个月 才会进行到实际加访 所以请教次长 这样子的频率 是不是太低 目前是加访的次数 确实频率我觉得不够高 那它当然辅走其他电访的方式 那我们都同意 委员说的 以前的负荷量 确实应该要增加人力的空间 我们再努力争取 好 我们看下一张 那个人力 也就是说 精神追踪照护个案 需要访视的 13万 14万左右 但是我一看 我们关怀访视员只有90几位 100位不到 我想先请教次长 我相信应该是会有其他 比如说社工人员啦等等 也会进行加访嘛 但这些就算加总起来 应该也无法支撑十几万的 需要定期追踪跟访视的 是 跟文报告 确实14万里面我们是分级分流 它一二级是公共护士 然后13四级才是我们官网员 那官网员我们现在算起来 比例是1比405 1比405 所以确实这个数字应该要再增加 所以我们同仁一直在争取 希望能够努力争取到1比405 这个都在维持了几年啊 这样的比例 长期都是这样吗 长期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直发现说 这要 这 这 这 市长 这 你们要怎么样来改善啊 或 你要怎么样 降低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当然多元啦 一个整个社会的认识 跟防务网要建立起来 那人员要增加也是需要努力的 那我们同仁是以目标1比80的目标 在努力的 大概多久能够达成 1比405要进到1比80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目标 但是我看 我跟文爸坦白讲 我们也不是很有信心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夸部会的协调 人事单位能不能支持等等的 所以我们努力在做 那假使在没有提到这样的人数当中 我们怎么增加我们官网员的这个效率 还有这个整个社区防务网怎么建构得更好 怎么互相来支撑这个体系 确实还有努力的空间啦 所以我希望卫福部能够 定出这样的目标我觉得很好 那这过程怎么样更积极去争取 包括立法院我们怎么样来协助 因为今天最主要是我们 有这样一个不幸的案例发生 我们今天在立法院讨论 这场坦白讲上一届 我记得我们因为这样的不幸事情 安排专案报告也有不少次 每一次我们都把每一个环节拿出来检讨 不管是人力不足 不管是社会安全有哪一个地方环节需要加强 那我也知道卫福部也很尽心尽力 再去研究 但是还是层出不穷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今天点出一个问题 发现这样的一个人力严重的不足 真的是非常严重不足 我听到也吓一跳 原本我以为会有其他的补充人力 包括也许社工人员等等 但这个比例加总平均下来还是一比四百多 你不要说对于仿视人员他沉重的负荷 更不用谈这实际仿视的效果跟品质 所以我希望政府要重视 那卫福部要更加的去积极来推动 跟行政院来反应 那立法院这边我们怎么样来协助 也希望卫福部提供一个完整的报告出来 那最后我再请教 因为我想市长也很了解 我很关心生权法的修法进度 也就是之前我一直在追的关于生意障碍朋友 他每五年换阵一次这样的事情 我想简直上也很清楚 那当时也有承诺说要提出修法 那请教现在进度如何 非常谢谢委员 确实我们就是在对不可逆的状况 就不要再五年换一次 这个已经会在立法里面去处理 跟我们招式鉴定单位做的沟通 这没有问题 那目前这个生产法修法进度是 我们部的法会已经审完了 那我们现在作为程序要抱奉这个行政院当中 我们努力朝下下个礼拜能送进行政院这个幕后来努力 下个礼拜送行政院院会 送进行政院 我们公文送进行政院 然后行政院还会在他有内部的一些程序跨部会的协商会议等等 但是我们部你们会尽量努力在下个礼拜把这个案子送进行政院这样 送进行政院 能不能今年 这会期大概不容易啦 这会期可能有困难 因为他到行政还要跨部会的协调 你们设定至少今年 把他完成立法好不好 我们来努力 好 谢谢 好谢谢江伟 谢谢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 休息 5分钟 谢谢 10分钟 抱歉 更正 好 红十四 3点 索 academi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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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